季晓军90天减重20公斤。晒找喜报成果 大纪元2018年5月29日讯,台湾原著名歌手季晓军因产后体重持续上标。 近期她在脸书自曝花90天,整整铲肉20公斤,甚至晒出前后逼对照作证,吸引网友好奇。 天生爱美的季晓军,曾因为发胖后,无法穿下自己喜爱的衣服,而变得没自信,为此她下定决心,要执行铁腕速身计划。 近期,她晒出瘦身成果照,令网友们一片惊呼。 有粉丝们开玩笑留言,小军,你变得这么瘦,还有力气飙高音吗? 季晓军表示,瘦身后,变得更健康更有体力,可以照顾好家庭及工作。 影片中,季晓军确实比近几年人们印象中的她身形差很大。 看起来相当自信,她甚至还说要受到台风天被风吹走,看到我在天上飞的时候,就知道厉害。 季晓军自爆铲肉20公斤,季晓军脸熟。 网友纷纷留言问她怎么瘦下来的,季晓军表示,其实除了努力规律的运动,在饮食上也特别调整。 像是以往她最爱的炸鸡排,咸苏鸡跟珍珠奶茶都得说拜拜,搭配闺蜜推荐她的一款辅助瘦身的保健品,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下,她果真瘦20公斤。 季晓军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,更晒出先前减重钱的模样,自信地说,年过四十,都可以办到了,享受的女孩一定也可以做得到。 季晓军1977年出生于台东市南王部落,受家传影响,姐姐季晓文,妹妹佳佳,本名季佳莹,均步入歌坛。 太阳,风,草原的声音是季晓军1999年22岁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,他因此荣获第十一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。 2001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《野火春风》。 季晓军,又,于佳佳。佳佳演书。 季晓军歌声爆发力及穿透力很强,妹妹佳佳有着嘹亮歌喉,有灵魂歌后之称,两姊妹都是实力派歌手,但因为外形长得像像,常被人认错。 佳佳佳则笑说,自己和季晓军其实很容易分辨,此此比自己瘦,白,美。 改写,李云,视频制作,萧绿生,责任编辑,苏明珍。